那你又如何解釋事法之前 而票串了150萬給你呢? 我看著她想知道 她這次要用什麼藉口來堂室 沒想到她屍無忌憚地笑了起來 笑得眼淚都飆了出來 她抬手抹了一下眼淚說 黃警官啊 你沒有包我的太太嗎? 她說完這句話 我給了一個警告的眼神給她 我都明顯感覺到 許納莫去李凱青的眼光 很不友善 又是的 作為一個五好青年 天天這樣如花似玉的人做女朋友 你又怎會包兒奶啊? 她指著笑繼續說 如果你包個兒奶 你情人開口問你要錢 作為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 你可以不給嗎? 是我問葉飄搖的 我告訴她 我做了她這麼多年的情婦 為了她 甚至不可能再懷孕 給回一些精神損失費都可以吧 沒想到她也挺大方 居然給了我一百五十萬 我也算值得了 給了李凱青的一百萬 自己還留下五十萬 就這樣 李凱青的所有的一切 都抱在自己身上 讓葉飄置身時外 審訊看來又到了平頸了 今天無論如何 審訊是進行不下去了 索性我們停止了 跟許諾田之敬一起 去調查和葉飄有關的一些其他信息 而在翌日早上 我收到一封匿名的投訴信 當時我剛到警局大門 一個雅仔拉著我 給了一封信我 信封上面寫著大大的四個字 黃神親啟 我剛想問雅仔 是否送錯人 他就給了我一張紙仔 和一張我的相 指了我 又指了一張相 事意交給我沒有錯 雅仔轉過身 便跑到無影 我打開她的紙仔 打算在紙仔上 找些蛛絲馬跡出來 然而 當我打開紙條 才發現 甚麼都找不到 那張紙仔 不是手寫的 而是打人出來的 上面寫著一句說話 無必交給市公安局 黃神警官 我確信 這封信是被我無疑了 回到辦公室 打一封信 裡面的內容 令我大吃一驚 信裡面說 要想突破當年工程師一案 必須從TC集團查起 而且還付了TC集團近幾年的帳單 這份帳單 就連我這個 不是做會計的人 一眼都可以看出問題 看來這個TC集團 的確是有問題的 之前一直查JC集團 沒想到 連TC集團也有問題 我真的有點意外 TC集團 算是D視建築行業的龍頭 如果TC集團也有問題 那後果很嚴重 恐怕 已經不是業票可以操控得到 我忍不住 又加深了對陳秀根的懷疑 這封信帶給我的震驚 很快就變成理智 我拿著信和上面的帳單 去了檢察院找到崔檢察長 崔檢察長看完之後 坐在辦公桌後面 很久都沒有發聲 過了一陣子 他堅定地看著我說 目前還不可以確信 究竟有沒有更大的官員 被牽涉到裏面 但是既然有人匿名舉報了TC集團 並且還附交了證據 我想應該也不是空於來風 即使這個集團是本死的建築大佬 都不能任由他腐敗下去 查 一定要查個水落蛇出 我沒有因為他要堅定而失去思考 我看著他說 崔檢啊 你知不知道TC集團這兩年來 接觸了很多政府的建築項目 而這些建築項目 都是由哪個批的 你清不清楚 黃神,你這是甚麼意思 怎麼了 到了你一陣子 你又想縮山嗎 他突然整個人彈起 指著我大聲說 崔檢察長的情緒 在我意料之中 我黃神這麼大的兒子 都沒想過退縮兩個字怎麼寫 我就想提醒你 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這一仗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 後面牽涉到的人 你有沒有想好呢 如果你決定要查 我希望你可以堅持到最後 我真的不希望你中途叫停 讓我下不了台 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崔檢察長看了我一陣子 又坐回原位 他看著我語重心長地說 唉 記得問國時期 蔣介石曾經跟他的兒子掌經國說過 反覆忙當 不反覆要忙過 現在我處於檢察局這個位置 我自然要擔當得起雙營的責任 不管你後面牽涉到什麼人 我相信 黨會告訴我們正確的答案 你儘管去查 遇到困難 不用怕 那天打下來 還有我在這裡 好 既然你堅定要查的決心 那我皇神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我一定全力而負 我正重地說 去吧 要人手 你儘管開口 崔檢察長看了眼信和帳單 繼續說 你把帳單 復引一份備用 原件先當在我這裡 等你查到有價值的東西 再一起向三位反應 出了檢察院 我很快就找了許諾和田子敬 將情況詳細跟他們說了一次 哼 可以 這次可以做人大了 不管TC集團可以查出什麼 都可以整木劫的 給後面的人享受一下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謝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謝謝你的支持 你在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六百二十九集 田子敬按釋了手裡的煙 早了 估計這次 又有大老虎要錄馬 許諾看著我 很久才說了一句 想不到 已經有人把手伸到TC集團了 一旦TC集團有什麼變動 就不僅是這個建築公司的變動了 很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市的變動 聽完許諾的說話 氣氛一下子沉重了起來 因為這確是一個事實 一旦TC集團出問題 足以陷動整個市 乃至整個省的建設 這絕對不是葉曉 和JC集團的影響可以相比的 一旦TC集團出市 意味著目前市內的幾個大的建築項目 就要被迫停止 我有點擔憂 儘管有趨檢察長的保證和支持 但上面呢 上面可不可以支持 還是一個未知數 現在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只能夠見步行步 很快 我們就以帳單上傳了些問題 對TC集團的人進行調查 但我想不到的是 接待我們的下一位女士 她大概三十多歲 已經是TC集團的高管了 黃警官 久仰了 真是文明不如一見 你真人比外界說的 更加精盡瀟灑 一見面 這位女士就熱情地跟我握手 哪裡說話 不知道這位美麗的女士高姓大名呢 美女主動身手 作為一個紳士 又怎可以自知不理呢 不好意思 完全被黃警官的威名和英俊吸引了 忘了一次我介紹 我叫陳佼佼 TC集團的財務總監 負責我們整個集團財務的運作 和公司的財務管理 這次呢 有幸配合你的工作 真是萬行 希望呢 你可以手下留情 陳佼佼的聲音幾乎符合她的名字 聽起來嬌嬌軟軟的 噢 原來是陳總啊 那要不要手下留情 就要看你們公司財務有沒有問題了 我都未來得出聲 許諾呢 就語氣不善地接觸陳佼佼的話 看樣子呢 許諾有點喝醋了 這一個發現令我很開心 畢竟都是很少見到許諾喝醋的 很快 相關的同志就開始了查帳的工作 由於人有些多 TC集團呢 將我們安排在一間大的會議室裡面 TC集團是一個大的建築公司 帳單都不是一般的多 查在身上很不容易 我看著陳佼佼 想起在工程部的副部長 陳秀根也是姓陳的 在來TC集團之前 聽人說過一句 工程TC一加七 都有陳陳把關的 陳總啊 不知道你和陳秀根副部長 有什麼關係呢 環境官啊 你這句話問得有點奇怪 姓陳的大把 你還要理一下這個天底下 有多少人姓陳啊 沒有 只是好奇一下 我們工程部的副部長都姓陳 說不定八百年前 你們倆是一家呢 他怎麼穿了一支煙 開玩笑的嘛 行了 你們這邊呢 看法有排查 我有些其他東西要去看 你看一下 馬上有不空一起吃飯 陳佼佼抬手眉眼鏢 陳總你先去看 估計這邊查完也很晚了 以後有機會再一起吃飯吧 估計以後我們大把接觸機會 你說呢陳總 我虛虛實實地說 以後的事哪個都說不完 行 那我先去看 我向他點了頭 就見他踩著高跟鞋 又會議室出去了 我和許諾和田子敬三個 雖然看不明白帳目 但必須留在監督查帳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留細了 馬上十點十五分的時候 總算查完了 查帳的五個同志告訴我們 除了今年的稅務交之外 TC集團的帳目沒有發現問題 我和田子敬對望了一眼 送來的帳目 應該是TC集團動手腳的帳目 否則沒可能沒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 陳佼佼帶著宵夜過來 黃警官 吃飯的時候 都是要吃的 你看這些宵夜 合不合各位口味 陳佼佼一直說 一直發宵夜給大家 怎樣?黃警官 我們集團的帳目 有沒有問題? 問題就沒發現 不過TC今年的稅務未交 已經到交稅時間了 難道你們想要偷水? 我把陳佼佼遞給我的飯盒 轉手給許諾 半開玩笑地說 陳佼佼仿然大悟地拍手 哎呀 多得黃警官提醒了 這兩天 顧著發工資 真的差點忘了交稅 她看著我疑惑的眼神 又補充到 之前我們的秘書休產的 一般每年讀交稅的時間 都是她提醒我的 就今年這一次她不在我身邊 唉 都說年紀大了 沒人提醒 一忙就差點忘了 你放心 我明天就會交稅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就沒有了 陳忠的一交就行了 我看大家都拿了飯盒 自己也拿了一個吃 今晚就多謝陳忠的宵夜了 由TC集團出來 送茶帳的五位同志回去之後 我和許諾和田梓敬 又回了一趟警告 在我的辦公室 我們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 我看過陳佼佼 八成有問題 她今天送過來的帳 估計不是真的 我看 這樣 既然對方派了一個女 不如以後的工作 就讓許諾和檢察院的相關同事跟進 女人和女人之間 應該對談些 田梓敬建議說 我望向許諾眼神尋求她的意見 她給了我一個肯定的眼神 我猜這個陳佼佼和陳秀根之間 一定有些牽連 這樣吧 這件事由我來查 葉曉和李海青那邊 田梓敬你們跟進 爭取在他們嘴裡叫些東西出來 對了 你們那邊要小心點 這個陳佼佼絕非善慮 才三十多歲 就可以做到TC集團的財務總監 肯定不簡單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謝謝你的支持 你在現在聽的是 追兇檔案 第六百三十集 跟她打架到 你自己要多留一個心眼 萬事小心 我不放心地盯住他們兩個 第二天 我們就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務 黃天不負有心人 古人成不起我 我真是查到些東西出來 這個陳佼佼 不只是TC集團的財務總監 他的名下還有一間高級的私人會所 我拿著查出來的東西 去找崔檢察長 民間有一句說話 工程TC一家人 都是層層把關人 崔檢察長 你說這兩個層有沒有聯繫 把材料遞給崔檢察長 我跟他說 這位檢察長很可愛地 熟了我一眼 接過材料跟我說 哼 你這個年輕人心裡想什麼 我還不知道嗎 你以為就只有你知道這些傳言嗎 我早就問過了 人家陳佼佼 是陳佼佼 和陳壽根 又真的沒有什麼聯繫 你不要戴著有色眼鏡去看人 難道人家年輕 就不可以成為財務總監了嗎 還是說只有靠著工程部副部長的群帶關係 才可以走到這一步 他望了眼我遞給他的材料又說 僅僅憑著陳佼佼 開了一間高級私人會所 而陳壽根都去了幾次 那並不可以說明什麼 你看 這裡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寫著嗎 人家會所還有養生的功能 而我們這位副部長 正好去的就是養生的部門 難道政府官員養生就不可以了嗎 我在想 是不是在陳佼佼的會所裡 安插幾個自己人 我覺得這個陳佼佼肯定有問題 你不要說我戴有色眼鏡去看人 這個是我從敬多年的直覺 我看著崔檢察長建議 崔檢察長一下子就笑出來 似乎忍了很久 他笑得有點莫名其妙 哈哈哈哈 你這個年輕人給我放心 你懷疑的 對很多是我懷疑的 我都不瞞著你了 早在這個陳佼佼開會所的時候 我們就看上去 他那個會所裡 早就有我們的針了 不過這個陳佼佼 又真的不是陳秀根的親戚 就在我摸不著頭腦的時候 他終於指著了笑 和我解話 不過不是親戚關係 你還可以從另一方面查起 你想想 葉曉和李凱青是甚麼關係 崔檢察長半開玩笑地提醒我 經過崔檢察長的提醒 我瞬間明白了 這個陳佼佼 估計工程部副部長陳秀根的情人 而這個呢 只是我們的猜測 沒有確鑿的證據 你先去吧 不用多久 我安插的人 可能就會連是你的了 崔檢察長跟我說 告別了崔檢察長 回去的路上 我又將這位年紀輕輕 就有這麼大成就的陳總的經歷想了一次 雖然他專業是學會計的 但當時憑著專科學歷 就可以進入當時已經成為國企的TC集團 看來這位陳總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有過眼的後台了 不過我又發現 這位陳總也是有過人之處的 如果不是只是憑著後台 他也不可能坐到今天TC集團財務總監的位置 還靜悄悄地開了一間高級私人會所 就在我想著陳總的時候 我電話響了 拿出來一看 是一個陌生的號碼 聯想到出去檢察長說的 我想應該是這位眼線打力的電話 就馬上接通 喂 房警官啊 你好啊 我是TC集團的陳佼佼啊 你今天有空嗎 我請你去我會所吃飯 電話一接通我就聽出來了 是陳佼佼 陳總啊 真是幸會啊 今天看拍不空了 我現在還有一股日在忙 不如明天先吧 我想還是先跟眼線聯繫相比較好些 喂 房警官 你這樣有點不太老實 我聽見有聲在我身後傳來 接著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轉頭就看到陳佼佼在吸電話 一面笑意地看著我 你這樣的樣子 不像在高日邊看著辦案吧 哼 看你今天這頓飯 是不去都不行了吧 陳總 我收起電話笑著跟她說 哎呀 房警官啊 我特地開車來接你 周末啦 還看什麼案呢 好多有緣相識一場 就去坐下吃個飯吧 多謝你前兩天手下留情嘛 即是不可以不說陳佼佼 好有一番交際手段 行 那我就去陳總的會所坐下吃個飯吧 遲於什麼手下留情這句話 我擔當不起啊 是你們集團沒什麼問題而已 我心想 既然都打不過了 就大大方方去看看咯 就在上車的時候 我是轉頭跟她說 陳總啊 你介意我帶女朋友去你會所 當然可以啦 剛剛好啊 都給我見一下王警官女朋友嘛 陳佼佼應得很爽快 至於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許諾就是我女朋友這件事呢 我也不太在乎 於是我當著她的面子 打了個電話給許諾 告訴她我們會去接她 許諾呢 都答應得非常痛快 我告訴司機 先去警局一趟就上車了 我沒想到啊 這輛車在外面看起來看不起眼 裡面是這麼豪華的 見到我在這裡打了兩輛車 陳佼佼笑著問 怎樣啊 王警官 我這輛車能不能進你發眼啊 陳總真謙虛啊 這輛車又寬敞又安穩 你看 就算是這樣的速度 沒有啊 杯入邊的酒都沒有一絲的房裡 你還問我能不能進我的眼 你這樣問啊 我真是擔當不起啊 我又看了阿車的周圍 發現這輛車真的不是一般那麼好啊 很快 車來到警局門口 許諾剛好來到門口 外落車接了許諾上來 陳佼佼的面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不過呢 還是稍微一下就收起來 真是沒想到啊 許大美女就是王警官的女朋友啊 陳佼佼驚訝地說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啊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六百三十一集 陳總 這麼快又見面了 真是很有緣的 上車之後 許諾坐在我身邊 大大方方地跟陳佼佼聊天 在車上 我和許諾充分見識到陳佼佼的能言善變 一路上都是華語不斷、笑聲不斷 很快 車就停在陳佼佼會所的門口了 雖然我已經知道 這是一家高級的私人會所 但我沒見我入邊的樣子 入了會所我才發現 這裡完全擔當得起豪華兩個字 亦都為陳佼佼 這麼光明正大地 讓我見識入邊的豪華 而覺得出奇 身邊的許諾 亦露出了吃驚的表情 不過都是一瞬間 就恢復正常了 我們跟著陳佼佼 去了吃飯的地方 下座之後 廚師很快就拿了菜單上來 廚師把菜單遞給我的時候 我收到一張小紙 當然了 之後我和這位廚師知道 我回到菜單 把一張小紙收起來 把菜單又遞給陳佼佼 陳總 既然這裡是你的地盤 那我和許諾就客隨主便 你看怎樣 沒問題 那就上幾個我們招牌菜 給王敬佼和許小姐試試吧 兩位有沒有什麼技巧的 陳佼佼把菜單合起來 交給服務生 又問我和許諾 我和許諾表示沒有技巧 很快 陳佼佼就吩咐廚師去準備了 我趁這個機會 向服務生詢問到洗手間 借去洗手間的機會走開了 在服務生的帶領之下 我很快去到洗手間 借著這個機會 我看了剛才那張小紙 果然 那名隨師 就是崔檢察長安排會所的眼線 看完小紙 我把小紙撕碎衝進廁所 等我再次回到飯桌上 菜已經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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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在一間高級會所 上菜的速度不僅快 菜看起來都是色香味俱全 又精緻又美味 這頓飯便平平靜靜地結束了 臨走時 陳佼佼跟我們說 如果不嫌棄的話 歡迎黃景觀和許小姐經常過來坐 陳祖你開玩笑了 這些會所 如果我和皇神經常來的話 我們倆工資哪夠用 許諾接過的話題輕鬆地說 沒事 只要你們肯來 來了報案名就行了 寄我帳 陳總 那我們擔當不起了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陳總還怎樣做生意 我不懂聲色地說 我越來越覺得 陳佼佼的問題可能不止一點點 不僅是因為她請我來會所 或者她的態度 而是我從敬多年的直覺感覺到 這種直覺可能沒有科學依據 但往往這種直覺是很準確的 回去的時候 自然又是陳佼佼安排車送我們回去 車依然都是最開始接我們那部豪華商務車 一回到住處 我的電話就響了 我望著一眼 是廚師給我那張紙寫上的號碼 我就接通了電話 喂 黃警官 是我姓劉的 是陳佼佼會所的徐師 今天我們見過面了 剛剛接通電話 劉師傅就接到家門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劉師傅 以後會所那邊的工作 可能要麻煩你多留意一下 我簡要地跟劉師傅說了兩句 好好好 黃警官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的話 你儘管開聲 劉師傅答應到 好 劉師傅 以後我們盡量不要打電話了 我突然想到電話可以被監聽到的 不是那麼安全 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的話 不如發短信 如果沒有緊急情況 日常的情況匯報 可以在每晚九點的時候 把消息送到警察局旁邊的酒吧 我會安排人過去拿 劉師傅很快同意了我建議 而且還贊我考慮周到 因為拍通話被監聽 我們很快就結束了通話了 我又去了一次陳光的住處 將跟劉師傅相定好的事 跟陳光說了 叫他負責收取情報 安排好一切 再回到我的住處 許諾已經洗澡睡覺了 接下來的兩天 都算是風平浪靜 除了葉曉要求 叫我去見他之外 都沒什麼特別之處了 星期日下午 我跟許諾正在逛街 田子敬打電話來 說葉曉完全不配合審訊 誰都要見我 我唯有結束 跟許諾休閒的週日時光 回到稿裡 你說一下 為什麼你要見我 坐在葉曉對面 我看著這個 曾經風光無限的正法委書記 經過這麼多日的奴獄生活 他早就失去了當初的義氣風法 鬍鬍鬍都長了 我忍不住感嘆人生的多變 聽說有人舉報了TC集團 葉曉看著我問 與其說是問 不如說是陳述吧 我心裡邊有點驚訝 看來景谷還是有外面的眼線 否則這件事葉曉不可能這麼快知道 何況葉曉還是一個不可以跟外界聯繫的人 聽說 葉大書記 不如你說一下聽誰說的 我不當聲色地問他 哼 雖然現在我在這裡 但外面的消息我還是知道的 那你不如說一下 有沒有人舉報TC集團 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我看著葉曉繼續跟他打太極 哼 這個嘛 我只是好心想告訴你 或者 有人在這裡特地污衊著TC集團 葉曉向後伸了個舒服的懶腰 哼 這個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你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交代清楚你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什麼要說的話 那我就要陪我女朋友逛街了 說完 我見葉曉也不會交代什麼 就沒有留給他反應的時間 走了 出了警察局之後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景谷混入外面的眼線呢 還是葉曉通過什麼渠道 知道TC集團的消息呢 我又回到最後一堂 信問到最近有沒有人來探望葉曉 果然有人來探望過他 但來探望他的人不止一個 有他的夫人 也是他外界的朋友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最兇檔案 第六百三十二集 不可以確定是誰說了這個消息給他聽 我把這個消息說了給田姿敬姿 但他注意消息的保密性 盡量控制外界的人和熱票接觸 以及加強對稿內工作人員的排查 時間在各自的忙碌之中 又過了一個星期 星期日下午四點左右 我收到劉師傅一條短訊 今天晚上十點 讓陳佼佼會所四零八號室 可以進行數黃行動 但這一句再沒有其他了 我立即向田哥匯報這個情況 請示他是不是行動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後 我很快就準備行動了 十點一到 我們對會所進行了突然襲擊 然而是遲了 等我們到達房間的時候 裡面並沒有不正當的交易 只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著 衣服穿得整整齊齊 面前擺著合童 似乎在那裡聊生意 看來這個陳佼佼比我想像得要厲害 劉師傅給的料應該不是流料 在會所的門口 我遇到急急趕來的陳佼佼 但半夜 黃警官突然離我會所 還搞到這麼大的陣仗 出了什麼事 陳佼佼一面笑容 沒事 突然接到我舉報電話 說陳總的會所 又在黃色交易進行 看來是一場誤會 估計市民見你會所生意好 故意惡作劇整股你 既然沒有確鑿的證據 我唯有跟陳佼佼打太極了 是不會就好了 黃警官 你要明辨是非 我這個會所做的都是正經生意 你一定要為我主持公道 陳佼佼委屈地說 我跟他不下不淡地扯了幾句 就走了 日子依然如常地進行 但案呢 都沒有什麼進展 這一晚呢 我正準備休息的時候 有人敲門 等我走到客廳 發現許諾已經開了門 是陳光 看見陳光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種不好的玉兆閃過 這麼晚了 陳光找過來 是否出了什麼事 劉師傅可能出問題 陳光一看到我就開口了 我問他具體什麼回事 他告訴我 本來劉師傅每天都會把消息送到酒吧 無論有什麼大事 都是風雨無阻 但是昨天和今天 劉師傅都沒有送來任何消息 我立刻按出電話 撥通劉師傅的電話 然而只有冰冷的機械聲傳過來 對不起 你手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看來劉師傅出了什麼事 估計是被陳佼佼發現了 現在我們只能等劉師傅家人來報案 才有機會找他下落 我心裡期待 劉師傅的失聯只是一次意外 而不是被陳佼佼發現 因為我知道 崔檢察長安排劉師傅這個眼線 肯定很不容易 一旦失去這個眼線 恐怕今後我們的工作 都會很難開展 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猜劉師傅大概空多吉少 聯想到之前 有人提供業票外界的消息 我連夜趕到警局 當下決定 留夜審訊業票 審訊業票這件事 我沒有刻意隱瞞其他人 不過外界都只知道 我今晚審業票 至於審了什麼 除非他們有通天的本事 如果不是 是沒辦法知道的 雖然留夜審了業票 但依然沒有進展 無論是業票還是李海青 兩個人把口都好問 根本問出什麼 幸好我的目的 都不是真的要在他們問些什麼 我只是想讓外界知道我審了他們 第二天一早 我又緊急集合了田梓敬和許諾他們 召集隊伍對TC集團 和陳佼佼的會所 又進行一次突然襲擊 今次接待我的 依然是陳佼佼 只是他這次 顯得沒有之前那麼從容 黃大隊長 你又搞什麼 我們TC集團一向都很安分 為什麼警隊又抓到我們這裡 看著陳佼佼的面上 強壯鎮定 我知道昨晚那部棋 我是走對了 陳祖 恐怕這件事 你未夠班知道 看在你招呼我 和我女朋友的份相 我勸你一句 我問他 TC集團上頭 有人犯大事 如果與你無關 你快些收拾東西令牟高走 我故意靠近陳佼佼 低聲跟他說 果然 我見到陳佼佼的面色僵了一下 雖然時間很短 但還是被我發現了 看來這個陳佼佼 都是真的知道什麼 突襲完TC集團 我們很快回警告 這次突襲 自然沒有任何結果 然而我想要的效果 已經達到了 接下來 就只能等著狗急跳牆 就在突襲完TC集團的當晚 稿裡傳來緊急消息 葉曉在獄中自盡 田子敬打來電話的時候 我心下一驚 這次玩完了 雖然葉曉中還未問出什麼 但總有一天 他會說一些有價值的事出來 如果他真的死了 想要真相大白 恐怕就很難了 就在我驚雲不定的時候 我會聽到田子敬在電話那邊 悠悠地說 不過我還未死得去 現在還在醫院裡搶救著 我當時 真的想按著田子敬打他一散 說句話也要停一停 不可以一次性說完嗎 雖然心裡生氣田子敬 但生氣還生氣 都是內心問了他詳細的病房地址 等我趕到醫院的時候 葉曉已經被送到普通病房 而田子敬呢 一面無奈地守在葉曉病床旁邊 葉曉已經被注射了鎮靈劑 在這裡昏睡著 到底什麼回事 我看著田子敬這副小媳婦 問他 誰知道這傢伙真是怎麼想的 吃完晚飯突然間在這裡發瘟 竟然想要咬你自盡 你真是要謝謝我了 突然心血內潮想要審一下他 如果不然的話 待會你看到的就是一句已經斷氣很久的死屍 田子敬把腳落在另一張椅子上 一副大爺的款 幸好發現得及時死不去 就是我想說話的時候 醫生進來了 大概田子敬跟醫生打過招呼 醫生一入門就說 警察同志 病人體內含有一種奇特的物質 好像是紫羅蘭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追凶檔案》 第633集 時隔足這麼久再次聽到這個名字 我和田子敬都有點震驚 看來除了徐天良之外 還有人掌握著紫羅蘭 葉曉的自盡看法沒那麼簡單 我沒想到我這部棋 竟然可以令紫羅蘭重現江湖 應該算是意外收穫吧 看到葉曉脫離危險 我回到警局 把監控調出來看了一次 監控之中 葉曉一直沒有什麼異常 好像平時一樣吃飯睡覺 大概到6時 葉曉開始吃飯 神色如常 工作人員收走碗筷 大概7時 田子敬提審葉曉 在審訊室之中 7時15分 葉曉似看了眼 審訊室右上方角落的攝像頭 然後就好像瘋了 瘋狂地掙扎 似乎是想擺脫手靠的束褲 這時工作人員已經進來 企圖制止他 葉曉突然安靜下來了 在這時 田子敬似乎看出不妥 他衝上去 死死地掐著葉曉的下巴 然而有點遲 葉曉似一心要自盡 當田子敬發現的時候 葉曉幾乎咬下半條褲 口裡都是血 監控看起來似乎沒有問題 令我奇怪的是 為何葉曉看了眼右上方的攝像頭 才發瘋呢 我又把監控反反覆覆看了幾遍 發現這幾天的晚飯 除了正常的飯菜之外 還加了水果 有蘋果、橙和菩提籽 我找到田子敬審問葉曉的審訊室 坐在葉曉當時坐的位置 想起葉曉當時的狀態 好像葉曉一樣 向那個方向望了眼 沒什麼不妥 不過這個攝像頭 未免太新了些 我問了工作人員 原來之前的攝像頭 因為使用時間太長 已經老化 無奈之前 剛換到新的攝像頭 僅憑這些線索 並不可以找到葉曉突然想要自殺的原因 或者是晚餐 又或者是新攝像頭 導致葉曉體內的紫羅蘭被幽化 產生了自盡的念頭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了醫院 當我到達醫院的時候 葉曉已經醒了 田子敬生氣爆爆地看著她 看來葉曉這一出 令田子敬也有點吃不消 見到我來之後 田子敬藉口要吃早餐離開了 我走過去坐在葉曉的床邊 看著她說 葉書記 說說說 為何想自殺 葉曉似未聽明白 看來葉曉自己也不知道 體內有紫羅蘭 差點令自己死了 這次 真是幫了大忙 你還記不記得 你昨晚吃的晚餐 是否比之前多了水果 那你知不知道 你體內陷有紫羅蘭 她可以讓你在自己毫無意識的情況下 結束自己的生命 你的組織已經放棄你了 你還要繼續選擇沉馬 我見她們自己身體狀況一無所知 索性把自己推斷出來的告訴她 聽完我說這些 熱飄一面猛地看著我 沉思了一會 她突然想起什麼 掙扎著坐起來 吃力地看著我說 呃 紫羅蘭 你說我體內有紫羅蘭 是啊 看來你的組織 也不是完全信任你 他們偷偷幫你下紫羅蘭 昨晚 利用你體內的紫羅蘭 企圖令你閉嘴 如果不是田之徑 你早就死了 我看著葉曉的臉色明顯僵了下 可能她也覺得 自己被落紫羅蘭 有點不可思議 我又趁熱打鐵 清醒點 你組織已經放棄你了 甚至要斬草除根 如果你開口交大問題 還不可以幫你記憶功 對你重寬處置 是你的組織先不仁 所以你是不是確定 你要繼續單方面捱耳氣 葉曉似在考慮我的話 她突然抬起頭 看著我憤怒地喊 是你 是你 王辰 你那天突然提審我 就是你的突然提審 令到他們以為我對你交代了些什麼 所以就對我落殺手 當然我走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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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